现在娱乐圈中的明星夫妻也不在少数 不过像曹颖和王斑这么低调的却并不多 从相识相恋到如今升级为人父人母 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20个年头 但想必大家和我一样 都对两个人的感情路好奇重重 有一个戏叫《空港塔台》 95年的时候那部电视剧 当时那部电视剧是别的演员在演 他们拍了一半之后 那个女演员好像不演了 此演 所以这个戏就搁在那儿 需要一名救火队员 然后导演是通过朋友找到我 他们觉得我的形象很适合那部剧 我去的 然后就成就了我们两个人的认识 音戏结缘在娱乐圈福气中并不是稀奇 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两个年轻人长时间的朝夕相处 难免擦出火花 只不过嘛 王斑对曹颖的好感 那可是从第一眼就开始了 用他的话 他后来跟我许荣 他那天在我第一天到剧组的时候 是看到我 他说他对我一见钟情 这是他说的 但我没有看到他 那天特别匆忙 好像就是一个窄窄的楼道 这个光线比较昏暗 我就看到一个剪影 然后长发飘飘 更可气的是呢 还穿了一个背带裤 但是他完全满足到 我心理方面的各种要求 我觉得我将来的女朋友 我的爱人就应该是长发飘飘 穿个背带裤 就是很怎么说呢 很干净很单纯的样子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 看了王斑就能确定此话 并不假 要知道在遇到草影之前 他可是立志 在没有大红大子之前 绝不交女朋友呢 他已经23 24岁了嘛 他觉得开始需要忙事业了 他说我从今年开始 我再也不要爱情 直到事业有成那一天 他说我 我不要交女朋友 不谈恋爱 刚发完事 先专注 我就来了 可是不同于一般男孩 追求女孩时的穷追猛打 王斑却采用的是欲擒故纵 在剧组不理不睬的态度 那可是让草影郁闷了好一会儿 但我是完全不知道 他对我的印象 因为我后来到剧组拍戏以后 我跟全剧组的演员 都特别熟了 然后跟大家一起玩在一起 开玩笑在一起 然后就有一个人 一直不理我 然后在我面前永远是 就是眼睛在这里 高过去了 对高冷就飘过去了 我就觉得呢 我就躲远一点 就是你怕自己漏馅嘛 你其实是想给对方一个 特别好的印象 但是呢 这种紧张让你不知道 怎么去说 怎么去表达 所以就远远地观望 电视剧几个月的拍摄时间 稍纵即逝 眼见着两人的关系 没有丝毫的进展 高冷的王斑 终于鼓起勇气 慢出了第一步 好像戏快拍得差不多了 再不说的话 就来不及了 什么借口呢 借我电话永永 对跟我借手机 那个时候借手机呢 至少就是 大家开始讲话了 然后一接触 我就觉得人挺好的 不像我是那种印象 既然双方互生好感 王斑那可是赶紧抓住机会 向女神表白 只是这结果吗 然后那天 我们好像是陪别人 一起大家吃饭 然后一起聊天 过完节 我们就回房间了嘛 第二天还要拍戏 他就来敲我房本 然后跟我告白 就是这样 就告白了 对 然后我就拒绝了 虽然遭到了拒绝 但总算是表达了 自己长时间来的感情 这个信念坚定的大男孩 也丝毫没有想放弃的意思 接下来两人又合作了 第二部电视剧 在拍摄阶段 王斑对曹颖 无微不至的照顾 和演技上的指点 让曹颖渐渐打开了心扉 并且迅速升温 我们每天电话从早上一起床 如果不在一个剧组的话 在两个城市 早上开始就打 然后上午到中午吃饭前 就已经有几个电话 用那个诺基亚的电话 买的都是家后电池的 对 直到后来不是有了视讯吗 天天要 电视频电话 如今走过了相识的第二十个年头 宝贝儿子也已经四岁了 两人却依旧恩爱如初 曹颖对于王斑的依赖 那也是越来越重 那是多少年了 95年嘛 到现在 2015 还真是啊 我还 正好20年 还觉得 时间转身即逝 就他给我的感觉 当然了 走到今天 肯定不只有这样的感觉 除了爱人 兄弟 然后父亲 就是这些角色 他可能都会有一点影子 行李在线编辑棒